号称白来遭菲律宾级渔船 把南海海域填得密密麻麻 他们的目标是要指导 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黄岩岛 但从昨天晚上开始 就出现了中国的海警船 一路尾随 而且它是采取两面包夹的方式 菲律宾船只 我是中国海警3502舰 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管辖海域依法巡航 请通报你船意图和下部动向 仅因此中国海警即刻出动 这些菲律宾渔船 是来自非国民间团体 意思是这是我们的 一型五艘双用渔船 率领一百艘小型渔船 带着两百名支持者 14号开启号称发送物资的任务 15号抵达距离黄岩岛 25到30海里处 就被中方盯上 甚至还派出飞弹驱逐舰 画面上这一艘 就是中国海军迎船舰 飞国渔船一靠近 他们就持续跟肩 这艘搭载24连桩 红旗石飞弹发射装置的驱逐舰 最高传速30节 虽然最后还是让飞国渔船 成功登岛分发1000公升柴油 以及200个食物包 但中国方面却开始情绪勒索 中方2016年就菲律宾少量小心渔船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正常捕育活动 做出善意的安排 非方滥用中方的善意 中方将依法维权反制 先前对向非国渔民分发物资 但中方认为这根本不是援助 而是宣誓主权 非方行动成功后 透过媒体呛中国行进是非法阻挠 中非两国在争议区持续互探虚实 但就怕擦枪走火引燃难害 三立新闻对我报道